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年人的饮食我们都建议少食多餐 加上早上的时候可能因为刚起床不久胃口还不是很好 因此总体热量不需要太多 大约占全天25%左右即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吃到七分饱左右 二 吃什么 虽然早餐热量需求不多 但是营养素必须满足 优质蛋白 优质脂肪 优质碳水化合物 以及维生素 矿物质一个都不能少 因此在食物搭配上 需遵循的原则为 一 多以天然食物为主 少吃加工食品 蛋白质方面建议鸡蛋 牛奶 豆浆 豆奶 鸡胸肉 五骨鱼肉 虾等优质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方面 最好选用全谷物 比如麦片 藜麦 荞麦 玉米 糙米等 脂肪的获取 建议选用一些富含Omega 3脂肪酸 以及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 例如亚麻籽油 紫酥紫油 橄榄油 葡萄籽 山茶油等 矿物质方面可以多搭配一些种子 坚果类食物 比如像芝麻 核桃 奇亚籽 小麦胚芽 花生以及豆类等等 维生素方面一定要搭配一些蔬菜水果 例如黄瓜 番茄 西兰花 苹果 猕猴桃 火龙果等等 根据季节选用食令蔬菜即可 二 减少或避免油炸 油煎等过于高温的食物 尤其像油条 炸油饼等等 是我国居民早餐的传统饮食 但现在营养学发现 这些油炸淀粉类的食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之一 其中含有致癌物质 容易引起身体慢性发炎 肥胖以及代谢异常 三 减少甜食 搭配蔬菜水果 现在人已经普遍糖摄入超标 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三高 肥胖 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 而另一方面 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微量元素又普遍缺乏 因此即便是在早餐 也应该有蔬菜水果的搭配 三 怎么吃 早餐的用餐时间也是有讲究的 我有个同事的父亲 因为自己一个人住 为了不那么麻烦 一天就吃两顿饭 早餐放在九十点钟才吃 这样午餐就可以吃晚点 晚饭就不用吃了 但尤其是老年人的用餐时间 更应该遵循身体五脏六腑的运作时间 在经过一个晚上的修复更新后 小肠在早上的七点到九点开始吸收营养 因此务必在九点之前用完早餐 可以更好地促进营养的吸收率 特别为老年人推荐了七款不同的早餐 足够一周每天不重压 牛肉蛋花粥配卷饼 材料 大米五十克 牛肉丁五十克 新鲜香菇五十克 鸡蛋一个 西麦卷饼一张 黄瓜半根 虾仁三到四个 芝麻沙拉酱适量 做法 一 大米洗净后 加入适量水煮二十分钟左右 加入切配好的香菇片 牛肉片 大火滚煮十分钟 二 一个鸡蛋打成蛋液后 调入牛肉中 成蛋花状 最后加入适量盐 芝麻油调味 撒上葱花即可 三 西麦卷饼 微波炉稍微加热二十秒 黄瓜切粗条 放入虾仁 挤上适量芝麻沙拉酱 卷好即可 十几麦片 原材 原味燕麦片三到四大勺 奇亚籽一勺 小麦胚芽一大勺 牛奶两百到三百毫升 核桃 南瓜籽 猕猴桃 蓝莓 蔓越莓 橙等水果 坚果质量 做法 碗中倒入燕麦片 奇亚籽和小麦胚芽 二 牛奶稍微加热到八十度左右 倒入碗中 将所有食材搅拌均匀后 静置五分钟 三 带麦片 奇亚籽膨胀后 加入剩余坚果 水果等食材 即可开吃 PS 这是最简单 快捷 且营养丰富的早餐之一 所搭配的食材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任意调配 食蔬鸡蛋面 材料 鸡蛋拉面一包 鸡蛋一个 胡萝卜半根 黑木耳适量 生抽 蒸鱼齿油 紫酥紫油适量 做法 一 胡萝卜和泡发好的 黑木耳洗净后切丝 二 开水中汆烫一两分钟后 捞出待用 三 鸡蛋打散后炒熟 或者也可以煎个荷包蛋 四 生抽 蒸鱼齿油 以及紫酥油混合 加适量开水 调个汤汁 五 开水中下入鸡蛋拉面 大约煮两分钟左右 捞入汤汁中 配上备好的鸡蛋 胡萝卜 黑木耳丝 最后撒上葱花即可 牛奶果酱面包 材料 切片面包一到两片 西兰花 玉米少量 蓝莓酱 红心火龙果四分之一个 沙拉酱适量 牛奶三百毫升 做法 一 西兰花洗净 改刀后 开水中汤烫一分钟 捞出待用 二 玉米粒也在开水中烫熟捞出待用 三 备好的西兰花和玉米用适量沙拉酱拌匀 四 面包改刀小块 抹上果酱 五 最后牛奶加热 并搭配上火龙果即可食用 芝麻银耳配黄金菠菜卷 材料 熟白芝麻二十克左右 银耳一小朵 枸杞一把 糖适量 鸡蛋两个 菠菜一百克 盐紫酥油 紫菜适量 做法 一 银耳提前泡发开 并开水中汤烫两分钟 捞出沥干水分待用 二 料理机中加入开水三百到四百毫升 放入银耳 芝麻 枸杞和适量糖 全部食材混合搅拌两到三分钟即可 三 热锅中刷一点点油 倒入鸡蛋液摊个蛋饼 成金黄色后取出冷却待用 四 菠菜洗净后 开水中汤烫三十秒 捞出沥干水分后切末 加适量盐和紫酥紫油调味拌匀 五 鸡蛋皮摊平 放入一层紫菜 再加入调味好的菠菜碎卷成长条 然后改斜刀成小段即可 番茄牛肉面套餐 材料 牛腩五百克 大番茄两到三个 番茄酱适量 鸡蛋面一百到一百五十克 核桃 荷兰豆 紫甘蓝适量 盐 紫酥紫油适量 做法 一 牛腩洗净后 飞水去除血水 番茄洗净后切大块待用 二 热锅中加入适量油和葱姜爆香 加入牛肉翻炒两分钟 再放入番茄翻炒出汁水 三 加入适量番茄酱调制颜色后 加开水烧开 改小火炖煮一小时左右 四 加入适量盐调味后待用 五 荷兰豆 紫甘蓝洗净后切配好 开水中汆烫一两分钟 断生捞出 加入适量生核桃肉 盐和紫酥紫油 搅拌调味即可 六 开水中下入面条 煮两分钟左右捞出 配上番茄牛腩汤底即可 火龙果虾仁套餐 材料 鸡尾虾100克 白心火龙果四分之一个 切片面包或全麦面包一到两片 牛奶或豆浆300毫升 芝麻沙拉酱适量 做法 一 鸡围虾去头去虾线 洗净后开背 二 开水中烫熟虾仁捞出 三 火龙果改刀切小块 与虾仁一起 加适量芝麻沙拉酱拌匀 四 加热牛奶 配上面包即可享用 文心小贴士 在汆烫任何蔬菜的时候 最好水中加入几滴食用油 这样可以保持蔬菜的色泽鲜亮 以上一周食谱制作简单 营养搭配合理 老年人可以尝试做做 记得 若想营养摄入丰富全面 最好经常变换食物搭配 切勿每天都是稀饭 馒头 油条 豆浆 如今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所有材料采购也很方便 老年人也应该尝试多一些新鲜事物 让自己变得更年轻 请不吝点赞 订阅